歡迎回來我們剛剛阿川提到一個人 很重要 他是阿堯 Grace 所以他是客家人嘛 你對阿堯 阿堯是這樣 阿堯因為他工作比較命運乖船 所以他老爸就叫他去念書 但是我跟阿堯聯絡不上 不可能 因為我不是他的菜 阿堯會挑菜 我跟你講阿堯比他爸爸還挑 他爸爸的菜 現在通常是看那個頭髮的長度 什麼啦 文哲是在乎長度 那個千惠姐 對 千惠姐的髮型 沒有 你等一下馬上去給我剪頭 我跟你講要有瀏海 千惠今天沒瀏海 那就是 十七屆 對 文三零四 對 千惠不能戴眼鏡 戴眼鏡會被討厭 阿堯喜歡哪一款 我跟你講 像小花那種 小花 我跟他嗨一定被BAN掉 我跟他嗨他就往左撇 我跟他跟他嗨他就往右 不過說真的 小花好像跟阿堯在網路平台上面是朋友對不對 是不是 真的 有追蹤是不是 我是 我 那個高萱有追蹤 我有追蹤到 你有追蹤到阿堯 IG跟Threads都有追蹤 你有跟他聊天嗎 我沒有 我怎麼可能 我瞧他不會理我 那他最近 沒有他改名字了 我是默默觀察者 阿堯的那個IG的名字改了 對 改了 改了 我現在剛剛就是一搜他舊帳號發現不見了 但是我的翠有說他有跟他保持聯絡 是一個女生 然後也是長頭髮的 然後有染頭髮的 然後他住在日本 然後會一點日文 就阿堯就是比較喜歡長頭髮 然後會日文 然後也在日本 然後喜歡吃美食 的女生 這是他的哲友條件對不對 對 他有跟那個女生聊天 然後我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是全村的希望 不是阿堯他們家現在的狀況 不是很理想 但是阿堯的生活如常 沒有改變 對 還是在吃美食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有講到黃國昌 黃國昌不管什麼東西 他都要跟賴清德總統 對啦 你吃總統我就重選立委 反正他總是覺得 自己跟賴清德總統是處在一個 同樣的政治位置上 平起平坐的 這也很奇怪 但是他今天 他覺得 這是黃國昌 你看他有打 對對對 因為他把自己打扮成鬼 其實你不用打扮 也蠻像的 好嗎 不要過萬聖姐 跟你開個玩笑 傳柯媽媽又把他還壁足 黃國昌說 拜託放過柯家人 你怎麼忍心消費他們 所以現在看起來 蔡壁如 北檢申請人家 柯文哲 蔡壁如說 你們可以拍連續劇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蔡壁如的角色呢 是因為 傳出來柯媽媽跟 蔡壁如不合 然後為什麼不合呢 是因為 2021 2020的總統大選 蔡壁如 阻止了 柯文哲 去選總統 柯媽媽超生氣 報道是這樣說的 然後還說 王淺秋還爆料 說他們兩個還在市長室外面 拉扯 拉扯 超激烈 柯文哲 真的假的啦 大家喔 假設有一些人有印象 我跟你講 以前的柯文 一定都有印象 柯文哲2019 在登記的最後一天 那一天正在倒數的時候 柯家人確實 從新竹喔 有人開車喔 載他到台北市政府耶 還有一些人帶好那個支票喔 還有一些人帶好身份證 都準備好了 你知道帶身份證是什麼意思嗎 可能想要一起登記當副總統 真的假的 對 那就衝上去了嘛 飄上去的時候咧 去找柯文哲 一家人耶 然後帶著一些國師 我跟你講那些國師的名字 我不想講 講出來我自己都覺得 那個小牛的崔上面有寫 但是國師的名字 小牛 我跟你講 小牛他沒有公布國師的名字 但是下面的留言有 講一兩來聽聽 反正是小牛講的 對啊 一些長輩 一些長輩啦 好 那那個時候我人在幹嘛 我人在北投 結果有人說 Grace完蛋 我說怎麼了 等一下你要準備一下 有可能大事要宣佈 要找你搭檔 我說真的假的太荒謬了 因為多方都來去說 現在怎麼辦 你的建議什麼 然後我就真的假的啦 拜託千萬不要 我們多方聯繫看 怎麼要把這件事情喬掉 所有人幕僚 我跟你講 我們平常都在內鬥 那一天最團結 什麼啦 可說你在北投洗溫泉嗎 所以你們大家 那天我跟李婉玉在北投 是他的 沒有啦 我就是在外拍去那個 第二股 所以就是你們團結的 阻止柯文哲去登場 對大家都 就是沒有都覺得太荒謬了 因為你副總統人選 根本沒有決定好 所以柯媽媽討厭再譬如 也討厭Grace 因為你阻止了 沒有 這件事我當然不可能跟他講 但他後來當然就討厭我 重點回來 那那一天是什麼狀況 總之柯爸柯媽 我跟你講柯文哲不敢去否定他媽媽講的話 所以也就是柯爸柯媽 跟民間友人 就殺去說 好 我去那邊等你 你要過來登記 真的人就過去了 柯爸柯媽加200萬保證金 加一些人的身份證 就衝過去了 你說到中選會那邊了 對 衝到那 你知道嗎 柯文哲就想辦法拖延一下 那個車子就開到那種 我跟你講差一分鐘 進不去 對對對 就差那麼一點點 好 後來人家就 我有說 那為什麼會讓柯文哲意志不堅定 其實有一句話很重要 你一直以來 這就是他的那個時候我們講 就是說 他那時候就講韓國語 你看你都沒有做好做滿 就想去選總統 其實是那一句話 就是我們一聽到想說 好啊 那你都這樣講 那就表示你不能參選了 對啊 其實他講那句話出來 我們所有人都嚇到傻眼 就知道完蛋 所以其實蔡壁如最後 在柯文哲要離開的時候 柯文哲還問他說 那你覺得我去登記好不好 那蔡壁如才回他 就是說啊你這樣 反正就回了一句話 我不想講 不然人家知道我講太多 好 於是呢 柯文哲就心意已決 就覺得好啦不要 所以才採取這種拖延戰術 然後才讓登記失敗 好 那柯家人會不會去問 所謂的這個柯文哲 你為什麼要這樣 柯文哲就把這件事情 怪在蔡壁如的身上 對 那我要跟大家講 人家有講說 蔡壁如好可憐喔 我跟你講 柯家人有這麼荒謬嗎 會因為這樣就怪蔡壁如嗎 你為什麼不怪你自己兒子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這麼荒謬 因為我親自也有聽到 柯爸爸跟我講 柯爸爸跟你講 因為我跟你講 他們對於兒子2019 沒有選總統這件事 因為他們相信 他的這個所謂啊 他是命中注定 就要選總統的人 而且他會選上 就因為你2019沒有去登記 害他兒子沒有辦法當總統 所以保持著很大的痛恨 所以蔡壁如某種程度 也算是一個人 擔下了你們這些 所有幕僚的罪責 對啊 應該的嘛 然後結果現在 他被整個全黨都在討厭 一直傳說他要回黨政 對啊 然後一直被阻擋 然後現在又傳出來說 因為柯媽不喜歡他 然後呢 所以這個蔡壁如 也被傳出來說 他就尋求外援 他找了誰 我 實力的 實在力量的 王萬鈺 沒錯他們今天同台了 哇賽 這還假的 然後請教一下千惠啦 所以蔡壁如為了要援引外力 去做為自己的支撐力道 實力會幫他喔 為什麼會有這麼荒唐的消息啊 我覺得現在的那種消息 都是滿天飛 但我覺得說 因為他其實是辦一個活動 一個論壇 對啦 辦一個論壇 剛好實力就這樣 那我覺得因為要做聯想說 蔡壁如跟實力在一起 我覺得好像理念上也不太合 我覺得他可能 但我覺得應該是這樣講 是說 剛剛黃國昌講說 我們不要什麼消費 柯家人或是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整個在消費 柯家人或是什麼 不就是民眾黨自己嗎 就他們自己啊 對 因為當時蔡壁如在講說 我覺得這個整個事情的原因 是蔡壁如在講說那個 柯文哲後來有到那個 台大去看他的父親嘛 然後後來是在那個什麼群組裡面 跟柯美蘭吵起來 對 如果啦 如果沒有柯美蘭 在那個群組裡面吵起來 這個新聞基本上一天就結束 也不會有人再去追問或是什麼 所以消費的人就說柯美蘭 就柯美蘭 而且我覺得柯美蘭應該不會不認識蔡壁如 定認識啊 定認識啊 你自己就要跟他講 或是透過其他人啊 你真的很討論蔡壁如的話 你透過其他人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樣講我們家或怎麼樣 我覺得都可以吧 對 可是你沒有必要說 你在那個群組裡面 然後那邊大罵說什麼 你不要消費我們家人啊 你不要在那邊談我們家的事情啊 然後最後被自己的黨員這樣截圖出去 那到底是誰在消費誰啊 我覺得民眾黨就是他們 每個人都很閒 沒有在怕事情多的 就你們明明可以沒這件事 可是你們要自己丟出一個 嫌不下來 對嫌不下來 也是辛苦啦